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非常非常有趣的 具有挑战性的 马利奥的这个多米诺骨牌了 来了啊 看一下啊 这里是花费了24个小时 用三个人直接用一万多张多米诺骨牌 来搭建出来的 这么一个非常有趣的解压玩具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他在第一张牌推倒 到最后一张牌倒下的时候 一共会用多长时间呢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 马上就给大家安排好了开始 哇哦 像彩虹一样啊 这个像在比赛游泳一样 然后呢 马利奥开车车撞击了 现在到了蛇星跑道 哇哦 这前面呢 有一栋大厦 这栋大厦呢 轰然倒塌的场景 肯定会非常的震撼的 我们来看一下小魔锅 然后呢 这一关是推倒了 然后呢 这个小公主 大家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马利奥这边小小的太阳旋转过来 触发着机关 然后呢 倒塌 这边又开始来了 蛇星跑道 来吧 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非常大啊 非常多的 这么一个多米多骨牌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中间的马利奥倒了 然后是路易吉 路易吉也倒了 然后这边呢 还有这个火山 还有猴子 我们来看一下 哇哦 这边是把他的这个招牌都打出来了 好的 一样的倒塌下去 哇 连楼梯都已经纷然倒塌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啊 继续往这边延伸 然后呢 这边猴子 还有这个小蘑菇 也会一起倒 好的 继续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马利奥的招牌 还有这个小圆盘 盘射上去 哇 这上面的板子上面的这个 呃 多米多骨牌 全部倒了 这边呢 陆陆续续的往下降 然后呢 小蘑菇头露出来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一座城堡了 哇 过关 怎么样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下期再见 拜拜 嗯